接下來的話,在那個根目底下,特別注意我們這個網站底下,在這個特別注意,目錄比較早,因為剛剛同學找不到這個,HTDOCS 以後的網站通通放在這裡,網站通通在這裡,然後請在這個裡面打開之後的話 建立一個資料夾,自己建立這個本來沒有的,然後這個資料夾名稱叫PHP01,這個裡面本來是空的啦,不過我已經有放一點東西進來 那我們的目標是做表單,再加上如何去抓到裡面的池 OK,那首先特別注意,因為往後我們要用的開發工具是那個Adobe的Dreamweaver,所以你們要先把Dreamweaver先叫出來 那它這個設定還蠻麻煩的,其實Dreamweaver雖然操作起來很簡單,可是它的那個設定非常的麻煩 CS6這個,那請各位開啟這個CS6這個,這個CS6這個 這個Dreamweaver這個環境把它打開來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如何把這個跟這個資料夾把它做連結 因為呢,它找不到它,你要怎麼樣開啟它,去跟它做連結 那接下來的動作,先跟各位講一下 有點複雜喔 一個動作沒有看清楚的話,你後面可能就做不出來,就做錯囉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喔,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這個開起來,這個環境 那第二個的話,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把它開起來之後 那接下來 這個 好,開起來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我們要特別注意喔 在Dreamweaver的觀念裡面 你不是 用檔案的觀念在做網頁 而是 先要有一個網站 特別注意喔,一定要新增一個網站喔 然後呢 在這個網站裡面新增 網頁 流程是這樣喔,你不是說直接開啟就編輯喔,它跟Word eSale那些不一樣喔 然後這邊繼續適用 OK 好,那怎麼做喔 打開之後,特別注意喔,先找到網站 你如果沒有網站喔 你就不會有網頁 這個觀念很重要 再來的話,新增網站 新增網站之後的話,特別注意喔,名稱的話,請你取一個叫 PHP01好了 也叫PHP01,因為我們是 第一次講PHP 然後 它的資料夾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瀏覽一下 我是放在 D疊底下 還記得吧 D疊底下 這個底下的 什麼呢 HT Doc S PHP01 請注意喔 千萬不要選錯了 選錯了後 後面就沒吸唱 又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1 網站 新增網站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是PHP01 PHP01 路徑記一下 OK 第一步完成了 但是還沒完成 因為 我們這個網站喔 不是靜態的 是動態的 所以記得喔 請注意一下喔 旁邊這邊有個 伺服器對不對 這個伺服器的請你要點一下 如果你沒有加伺服器的話 後面是運作不會成功喔 伺服器 新增 新增之後呢 伺服器名稱一樣給 PHP01好了 然後連線方式的話呢 請你找到什麼 本機 跟網路這個 這個 這個恐怕有點 動作喔 特別說 12 然後資料夾 資料夾在哪裡呢 資料夾也是一樣 就在剛剛的那個路徑 就是一樣是 這個底下的這個 PHP01 按儲存 或者你可以把這個 前面這個路徑 前面這個路徑 把它複製過來也可以啦 複製貼過來也可以 那 它的 UI 這個Web的UI 就是它網址是多少呢 你就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localhost 或者你比較懶的話 你可以這樣啦 直接從什麼 這個PHPmyAdmin 這邊不是也有 你就 這邊如果你剛剛不是打一個什麼 PHP01 這個網址也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複製之後的話呢 貼到 Dreamweaver底下這邊 貼上去 也就是說以後 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東西 它會對應到的網址就是這一個 那如果你沒有對應好的話 等一下會亂不出來 OK 然後再來什麼 把進階點一下 進階 進階裡面呢 他問你說測試伺服器是哪一種模式 請你選擇哪一種呢 PHP MySQL OK 這邊要選一下 如果你沒選的話 到時候呢 它不會按照PHPMySQL模式來做修改 記得這邊改一下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按儲存 基本 進階 基本跟進階按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記得把測試打勾 遠端打勾取消 測試而已 因為我們測試的時候 可以利用它來做一些測試 好按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我們的 網站就建立起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你的右下角的地方 這個面板可以拉上來 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網站出現了 不過 我因為我已經放了幾個網頁進去 你們是沒有的 因為你們還沒開始 所以理論上你們這邊是空的 那我等一下會教各位怎麼樣新增 網頁進來 你可以開新檔案直接存進來 OK 畫面呢 先 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新增網站 來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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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